你见过想认真写作业 家里养的大鲨鱼却不同意的吗 今天他来了 这天大哥刚想开始写作业 突然出现一只大鲨鱼 从大哥面前游了过去 大哥不以为然 继续奋笔疾书 大鲨鱼却从正面冲了过来 吓得大哥一机灵 然后大鲨鱼又悠哉悠哉地游了回去 大哥作业显得有些累了 大鲨鱼趁机想夺走作业本 太好大哥身手敏捷 这是大哥的肚子饿了 起身去旁边找点吃的 大哥撕开面包的包装 刚露出面包 大鲨鱼出现 一下就没有了半截 大哥怒了 我还没吃你给我吃了 于是大哥放一把神器 有本事你再撞过来 大哥低头努力 继续完成剩下的作业 大鲨鱼又游了过来 看样子 这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大哥留啊 大哥制作了超级无敌小鱼炸弹陷阱 没想到大鲨鱼一口就给闷了 巨大火光的爆炸之后 这下应该能搞定了 只见大鲨鱼又回来了 还在大哥面前嘚瑟了一下 大哥打开开关 光注瞬间立起 这下应该能专心写作业了 大哥开心的笑了 大鲨鱼也只能退下 过了30年作业终于写完了 大哥关掉激光键 满意的看了看作业本 我是大头 我们下期再见